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新年感言 主要希望2015年成为奠定日本未来方向的坚定改革之年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官方微博表示 陈毅广场12月31号晚上11点35分 发生群众拥挤踩踏事故 导致35人死亡 42人受伤 美国政府放宽超过40年的石油出口禁令 准许部分公司出口宁吸油 美国与沙烏地阿拉伯抢夺事战的战火将越少越旺 立陶宛正式在跨年夜成为欧元区第19会员国 从今天开始立陶宛将逐步以欧元取代原有货币 立陶宛民众可以在这两周的过渡期内使用双重货币 五报头条带您来看到就在全球热闹跨年之际传来了不幸消息 中国上海外滩跨年活动发生疑似因为撒假钞 而发生了人采人事件 官方表示事件导致35人死亡 42人受伤 其中许多死者是学生 家属赶到医院悲愤不已 家属脚软跪摊在地无法行走需要靠人搀扶 立旁等待的家属也痛骂共产党把人逼到绝境 因为事发后院方没有任何人出面 时间回到2014年最后一晚距离迎接新年只剩半小时 不过上海外滩却发生人采人 猜似人的采剧 就互利提升此期不落 不断看到有伤者被抬出 这期意外根据陆媒报道有目击者表示 现场看到有人在高楼上下洒 乍看是美金的纸钞 人群蜂拥而上抢钱 不过事后发现并不是争吵 而是访美金的俱乐部票券 争起事故有待厘清家属悲痛欲绝哭倒 怀中还有家属和公安发生政治危机 除了要加人还要靠真相 新韬人亚特丁时综合报道 跨年夜发生踩踏意外 根据大陆官媒报道 伤亡名单中已经确定身份的有39人 其中三名双者是台湾员 一名马来西亚员 那么有任何的最新消息 我们也将随时为您更进 接着镜头转回台湾 今天总统府前举办元旦升旗典礼 但也因为停扁民众抗议 让府前为安绷紧神经 而总统马英九执政倒数的第二个元旦团败 在喊出社会和解朝野合作的新年新希望 皇国人权 青年救扁 青年救扁 皇国人权 高喊青年救扁 马总统致辞到一半 台下突然窜出抗议民众 要求释放前总统陈水扁 救扁抗争冲突不断 警方如临大敌 出动大批警力为安 进场安检 密不透风戒备森严 雨伞尖锐物品 通通不能带进场 民众排了长长一条人龙 一个一个检查包包 有点夸张 四点多的时候就开始排了 只是觉得可能排有点强包有点麻烦 凌晨五点天还没亮 停扁民众举棋 零行抗议 共同盟蔡定贵在层层巨马前静坐 甚至有人拿伞闯安检门 试图突破警方封锁 香港战中 雨伞革命 中华民族 我却不能够撑伞 升旗典礼在抗议声中落幕 马总统元旦团败 喊话和解 台湾没有分裂的本钱 所有的不满 应该到我为止 由我承担 长久以来 朝野累积了太多的对立 不能有效合作 一直是我担任总统 到今天最大的遗憾 前总统陈水扁 保外旧衣未果 总统马英九 在喊朝野合作 外界买不买单 仍待观察 新唐亚太电视高级的张轩 台湾台北青岛 总统府前稍早现场发生零星抗议 要求让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 而发起绝食 要求释放陈水扁的前副总统吕秀莲 在今天凌晨一点多 绝食已经超过81个小时的时候 因为状况不佳 被送以急救 缺席台北跨年夜的马总统 今天早上依照惯例 出席总统府前的元旦升旗典礼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年首次参加 马克两人同台 简单握手致意 并没有过多交谈 元旦早晨六点钟 柯文哲披挂国旗围巾 就定位等待升旗典礼 马总统随后到场 主动向柯文哲伸手 随后副总统吴敦也上前打招呼 不过瞧瞧柯氏握手风格 手上还抓着旗杆 就连和立法院长王金平握手时也一样 紧抓旗杆 另一只手不动就是不动 严重国歌马总统开口大声唱 另一边柯文哲也跟着唱 等到马总统上台致辞 柯文哲台下也听得很专心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奋斗 让我们名副国强 这一面国旗才能够受到世人的尊敬 马总统致辞不到三分钟 随即离开现场结束104年的升旗典礼 新唐人也定是陈辉默柳姿营 台湾台北报导 新年营曙光在花莲七星潭海边 举办的F-16战机冲场营曙光活动 让许多游客大呼过瘾 清晨6点11分天位亮F-16战机及起飞 准备迎接2015年第一道曙光 6点37分原定日出时刻 四架F-16战机列队 飞过花莲七星潭上空 但是云层太厚太阳尚未露脸 战机轮流单机低空冲场 约6点50分 太阳终于冲出云层 由一点点露脸 半露脸将天际逐渐染红 等到太阳全部升起 游客们纷纷拿起相机 捕捉战机与日出的画面 一早天未亮就有很多游客涌入七星潭 虽然气温低风很大 但游客们满怀期待 准备迎接F-16战机和曙光 我们从桃园来 来这边看2015F-16的日出 耶 因为我很喜欢看花莲的海 所以想说今年2015年 能不能迎接到第一道 我们台湾的曙光 因为我想看F-16战机飞翔天气 所以才会来这里看日出 也祝大家2015年新年快乐 2015年元旦游客们在花莲七星潭 欣赏到F-16战机和日出 迎接新的一年 新唐人亚特电视 杨亚伦张力 台湾花莲报道 进入历史三年的阿里山 日出印象音乐会 今年清晨五点 顶着3.5度的低温 热闹开场 现场涌入1万多名民众 迎接2015年的第一道曙光 等一下就要迎接7.03分的第一道曙光 很兴奋 很风寡 大家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是来自高雄文早学生 然后今天特地就是从高雄赶来看 2015年第一道曙光 Happy New Year 月7.03分 2015年的第一道曙光 准时露出山头 随即迅速上升 快门声和欢呼声盖过一切 现场气氛热闹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股在2014年最后一个交易日重挫收黑 周三数油价蓄跌与经济数据不如预期影响 到成功硬指数收盘下跌160点 不过美股2014年全年大涨11.4% 中国深圳公布了新的车辆销售限制 每年只分配10万个车牌 这让已经感受到经济放缓影响的汽车业 再度面临挑战 经济部投税会通过联电12寸金元厂登录案 但投税会表示联电同意未来三年 每年在台湾投入13亿美元 约412亿元台币的资本支出 招募国内3000名员工 而且每季定期向工业局投税会回报 等三条件才放行 脸书执行长祖克勃每年都给自己一个挑战 这次他邀请脸书全球13.5亿名用户 为他提出2015年的个人挑战 天文公开4小时后 就有超过2.6万人提出建议 包括要他学乐器 跳舞 还有每天读一本别人挑的书等 新唐人海电视 整理报道 因为时区的关系 有些地区还没漫入2015年 不过包括澳洲 法国 英国都已经跨年完毕 接下来跟着我们的画面一起看到 昨天晚上世界各地的精彩烟火接力 二 一 八度 宣传 二 一 八度 宣传 太棒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踏入2015年香港的维多利亚港 两岸有近30万人观看烟火迎新年 但特首梁真英没有公开露面 改用影像主持烟火仪式 理导陆克落地签证今天重视上路 金门县警察局表示将落实投诉登记通报机制 路客出入禁止也会查验指纹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最欢乐的时光 最顶级的享受 满足长中青少佑 不同族群需求 亚洲最大海洋航行者号 皇家购物大道 精品伶俐 赤资百亿元打造 超过52项休闲活动 预定6月26 7月1日 7月4日 您一生中最极致的邮轮之旅 山赴旅游 024493535 北港朝天宫 妈祖慈欣 苦继世人 神恩与天同宫 今天感恩福报平安的祈愿 尽在北港朝天宫 今年的耶旦很不一样 法拉里卫浴 带您环游世界 老公 喜好没 不要再淨水了 谢谢帮我 老公 记住 Why? Dr. Warren,解決你用水問題 大井用心,讓您用水更安心 歡迎回來 亞航QZ8501客機實施墜海 目前已經發現10具罹難者遺體 昨天晚間印尼當地為遭遇不測亞航全體成員 和他們的親屬舉行燭光夜島 而兩名死者的靈鹫也已經抵達印尼 鏡頭轉到香港維多利亞港口兩岸 昨天晚間有近30萬人觀看跨年煙火 然而香港特首梁正英並沒有公開露面 而是以視頻主持煙火儀式 踏著0.0分,長達8分鐘的煙火照亮維港 以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作為焦點 加上中環一帶的高樓大廈和新色的摩天輪 映照維港兩岸活力依然 現場不少市民提早5、6小時來等候 不同族意、不同膚色都是同一個願望 我們來自美國 我們來自廣州 祝福年 希望香港變得這麼好 過去一年被市民錄後要下臺的香港特首梁正英選擇必走到海中心的遊船上 透過視頻主持煙花發放儀式 不過香港多個地方仍然有黃雨傘和黃氣球 表達希望梁正英下臺香港有真普選的訴求 另外除夕日當天因大陸疏港活機印出H7禽流感 香港政府宣布斬殺1.5萬隻活機 並關閉加禽批發市場21天進行全面消毒 令香港的新年蒙上了禽流陰影 新唐人記者梁真在香港報導 台灣的離島陸客落地簽證 今天正式上路 金門縣長陳福海一大早就抵達現場作證 這次共有10位陸客踩落地簽方式入境 之內民眾憂心的治安問題 金門縣警察局表示 將落實投訴登記通報機制 陸客出入境時也會查驗指紋 我今天衝的就是衝的就是第一個來的 來走一走啊 看一看 你會特別想去哪裡 沒有 我就是喜歡你們這個地方 過去我要提前一到兩個禮拜 來申請這個陸台證或陸境證 會比較穩妥一些 那現在我只要有一本大通證 你們突然說話說是大通證 然後帶上我的來回的船票就可以來辦你了 針對這個陸客陸境之後 相關的我們這個環島的錄影監視系統 還有陸境大廳 這個影像的一個錄製的一個部分 這部分我們也會強化 以其能夠做面試的一個覆蓋 兩分鐘就完成手勢實施落地遷後 未來大陸人民經小三通管道入境金門人數 將大幅增加 停留時間最長可到15天 針對陸客自由行落地遷 抵達金門後 行蹤難以掌握的疑慮 警方表示會要求民宿旅館落實中國客投訴 登記通報機制 而基於安全申請者出入境時都會查驗指紋 中共中央31日下午正式宣布 而中共媒體並未加以報導 目前在黑龍江省政府網站 谷元旭的名字已經被移除 但在平安建三江網上 仍保留一篇谷元旭今年3月29號 到建三江農肯公安局七星拘留所 檢查指導工作的報導 時間點正好是維權律師 替關押在建三江黑監獄的法輪功學員 無罪辯護 遭非法綁架至七星拘留所 被施以酷刑的期間 不排除谷元旭被查 可能與建三江案有關 南方都市報報導 廣東佛山順德樂流港口陸附華機械工廠 31日發生爆炸 目擊民眾稱上午9點半連續三聲巨響 工廠屋頂被炸先 黑煙篡天 當時陣風上班時間 以至至少17人死亡 香港平民14歲少女上週二 因在港府總部外牆上用粉筆畫花 被警方逮捕 並控以形勢毀壞 法庭更以少女夫妻有聽障 無力照顧女兒為由 同意警方申請的兒童保護令 將少女判入住青少年院 全民思潮網路發起連鼠聲援 表達對警方向法庭申請兒童保護令的不滿 律師將申請上訴 要求釋放少女 新常人聊天電視整理報導 那關心美國神韻藝術團 行回演出的消息 在佛州的薩拉索塔 今年觀眾同樣是全場爆滿 台下有藝術觀眾感動地說 看到世界上仍然存在這樣的美麗 令人精神振奮 12月29日 美國神韻紐約藝術團 來到佛羅里達州 薩拉索塔市進行一場演出 跟往年一樣 薩拉索塔的演出也是全場爆滿 一票難求 當地觀眾更是反響熱烈 每當大幕拉開 台下都是陣陣的驚叹聲 它帶你去另一個世界 它是美麗 表現出色 很激烈的 和其他人的訊息 和其他人的訊息 非常強烈 我認為它提升了你 去理解 的辯論 那還在中國 還在中國 我非常喜歡 它很激烈 它很激烈 它提升了你 從地球 從地球 它帶你去另一個地方 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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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女二人都表示 從神韵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了解到正邪的交鋒 和對明天的希望 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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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最终的毁灭 让你生命 在这地上还有一种美丽 它在增长 通过这种专门 更多人都会获得这种信息 它带你到另一个世界 真是美丽 我爱神远 新唐人记者李欣 美国波罗里达 三日搜台市的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 下节新闻重点 台中市举办元旦升旗典 立即见走活动 吸引超过千元参加 市长林佳龙期许 打造台中行动年 台湾市跨年晚会 数万人挤爆艺文园区广场 罗正祥路广众压轴演出 让现场还翻天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我喜欢你 干净收爽 我喜欢你 除臭抗菌 我喜欢你 舒适透痒 Unitop 足好除臭袜 使用黑金钻除碳纤维 给您前所未有的干爽感受 黄霉抗菌持久弹性 排水透气冬暖夏凉 除臭率百分百 坚持最好 环保健康 现在就上网搜寻 Unitop 足好 最欢乐的时光 最顶级的享受 满足长 中 亲 少 幼 不同族群需求 亚洲最大海洋航行证号 皇家购物大道 精品伶俐 赤资百亿元打造 超过52项休闲活动 预定6月26 7月1日 7月4日 您一生中最极致的游轮之旅 山腹旅游024493535 顶级打造来自坚持 Just Time 人或百项国际设计大奖 简约 优雅 淋漓尽致 正经销代理 www.justtime.com 欢迎回来 庆祝104年的元旦 今天台中市府举办 元旦升旗典礼及剑走活动 吸引超过千人参与 新市长林嘉隆起始 新的一年能打造新的台中 让市府动起来 国旗进场唱国歌 在众人瞩目下 国旗缓缓升起 台中市长林嘉隆 首次率全体市府团队跟民众 一起参加了元旦升旗典礼 新年新希望考上好学校 这是我们第一年来这边 参加升旗典礼 是希望我的家人都能够很身体健康 然后平安快乐 祝福大家新年 新希望 元旦快乐 新年好 恭喜大家 谢谢 林嘉隆一到现场就跟民众握手之意 接着主持升旗典礼 他表示 在新的一年期待从希望迈向行动 打造2015年台中行动年 今年一定会台中动起来 市民动起来 市府动起来 让我们的市政也能够动起来 今年就是台中的行动年 要动 要行动 要让我们每一个人 通通都动起来 新的团队带领我们台中市 产业有更好的方向 升旗典礼丸 接着是活力赠走 台中选后的第一个元旦 要将希望化为行动 新唐人雅的电视 秋天喜王源 台中采访报道 2015年桃园市跨年晚会 昨天晚上热闹登场 说完人挤爆整个艺文园区广场 在罗俊祥 卢广仲等艺人热情的歌声带动向 让现场还翻天 我希望大家可以把不好的 然后所有的不好的事情 都放在2014 然后我们快乐迎接的2015 用微笑去迎接它 希望大家在2015 都可以健康平安快乐 我们要给所有的年轻的朋友 在这里工作梦想 找寻人生的希望 明年2015年 让我们桃园升格 大步往前走 3 2 1 现场倒数山中迎接2015年的到来 新年快乐 现场气氛还翻天 倒数后登场的是罗广仲 与现场民众一起迎接2015 台湾知名游乐区 今年再度以610秒的烟火 蝉联全台最长跨年烟火秀 可惜的是烟火一放 现场很快就陷入一片 白茫茫的迷雾中 让全台最大的摩天轮 也消失了踪影 3 2 1 Hallelujah 全台最长跨年烟火秀 就在这一刹那被点燃 瞬间夜空里 引火朵朵闪亮耀眼 祝愿2015年大家领够全台 燃烟火秀 新冬天 羊羊的一山羊开戴 2015就是希望工作可以一切顺利 然后明年可以加薪 然后年终可以领很多 我来自台湾的台北 然后我第一次来建武三跨年 我觉得很开心 也很兴奋 希望我身边所有朋友家人都身体健康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都可以万事如意 新年快乐 火光在烟雾中减弱了光彩 还好四地魔幻雷射秀 还随着音乐热力演出 现场来观赏烟火秀的民众 可能会有些失望 因为天空不作美 有点像是看了一场 雾里看花般的烟火秀 少了璀璨 多了几份朦胧的棉杆 还好跨年的热绕气氛 人就不减 这新的一年 大家还是充满期许与祝福 新唐人改变是陈玉秀 台湾运营采访报道 接着带你来看到 1月1号的天气预报 音乐热力员 �드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